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体重是178斤 今天希望能在菲尼莫属找到一个减肥健身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你 杨哲 你来自宇宙的中心 铁脸 你刚才自我介绍说 你原来体重多少斤 310几 310斤 你有照片吗 有 最什么时候呀 别别别 都别乱啊 都别震惊啊 咱们一个一个问 你这多大这时候 这时候是16岁 16岁 4年前 但是挺可爱的 怎么胖成这样呢 当时 你怎么胖 你是吃的吗 对 吃 还有遗传 然后还有后来 你父母也胖 我父亲他们那边就是都是 就是爸爸家这边 对对对 多少斤的都 都是200斤往上 200斤往上 但是他们就是到200斤就停了 然后是比较壮 你就到200斤就没停住 然后我是变异了就在 变异了 你是到了200斤没收住是吧 你多高 你身高 182 182 爸爸呢 我爸是181 181 那 反正在东北这个身高 这个萧嫣是吧 这还看着 对 那个 还 还算 可以吧 凑合吧 189 你多重啊 那个 我体重80公斤 160 韩依依 请起立 你多高 1米85 185 体重多少 75公斤 75公斤 这两个我想请教一下曹妍 这个算标准吗 算 算在正常范围 都算在正常范围之内 对 好 两位帅哥请坐 萧嫣的那个身高和体重 跟我儿子都一模一样 呃 呃 这便宜站的啊 萧嫣 哎 那个谁 你是从300斤 310斤 一下子就这样了吗 慢慢 慢慢的 对 还有照片吗 有 能给我看吗 能 哇 难怪人家说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这是哪一年 这个应该是19年左右 19年 就是两年前 嗯 对 那个是四年前 对 你用了两年的时间瘦成这个体重 对 这时候多少斤 这时候比现在会瘦一点 是160多斤左右 哎 你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瘦下来 这照片留着啊 我们全程要这对比一下 因为我当时是在媒体上求助 然后联系到了一个长存的减肥机构 你在那接受了多长时间的减肥治疗 嗯 就是从这个310斤到这个照片 应该是正好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对 治疗内容都有什么 治疗主要就是食疗 然后还有 食疗 嗯 还有运动 你吃减肉 吃肯定是占占主要的 嗯 都吃什么 就是正常吃饭它给你定量 然后给你分配营养就均衡一点 哦 营养均衡 不知道你吃米和面吗 还包括运动吗 运动 然后还有中医 还有中医 运动每天时间多少 嗯 运动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多 每天就两个小时多 对 那减的过程之中 是一天饿了 你知道你 你知道你吃米和面 你让吃碳水 碳水也让吃 你让吃 你是不是每天都饿得过来啊 不是 特别是 人家叫科学减肥 运动 控制饮食 它是逐渐逐渐起来的 科学减肥嘛 那你减下来以后 和你胖子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 除了身体之外 有什么变化 心理上有变化 因为以前特别自卑 现在能就是比之前 自信一点 特别自信是吧 这点我特别有体会啊 因为我刚减了十公斤下来 就是我把之前的衣服 能穿了以后吧 这心情都好了 杨真你说说你在第一年的时候 医院给你的这个 你不是说每天有两个小时的运动吗 对 你把你具体的所运动处方 给我们说一下呗 就是正常他们会有那个课程 比如说跳槽还有单吃 我就会把这个跳槽和单吃 都上一遍 然后要不然每天 就换成把那个跑步机 换成那个单吃 换成单吃 就再来回换 时长呢 对 有氧 时长 时长就是有氧 就是四十分钟左右 两项都是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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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吃在五十分钟左右 单吃 动感单吃 所以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那个第一年 从三百一十斤到一百六十斤的时候 这一年的过程里边 你每天做了两个小时的有氧 对 那我再问一个相对更严格的问题 就是他们对你的心率会有监测吗 心率它会做体检 定期做体检 运动当中呢 运动当中不会 但是教练会给旁边看护 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减肥医院 就是做有氧是没问题的 对 还有呢就是当你体重那么大的时候 其实关节的这个压力 包括力量训练的搭配 还有在你刚才大老师说的那个特别 因为我参与了那个 心率健康非常重要 运动当中的心率很重要 对 就是严谨那边有一个活动 就是让我们一起 然后带着一个心率带去运动 然后大家看着心率带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安全的 对 就是还是要跟着科学的地方去运动 就是我刚才说那是后来我运动 就是最开始你去的时候 它会按照你的体重 给你规划那个你的运动 或者说你体重限 我刚去的时候特别大 它不会让你先动 就是循序见见的 它会先让你靠远时 对 那是对的 就是后面我这个运动的情况 那就说通了 对 因为你体重那么大的时候 每天两个小时有氧 我在想做什么样 我也在想310斤每天这40分 又要你这心率的大成什么样 我们真和减肥医院和做过 然后就是每天上午9点钟 会带着所有的他们的这个胖友们来 然后发现我们后来那个跑步机 那个这个损坏得特别严重 其实跑步机损害还是小啊 膝盖的伤害 膝盖 对对对对 那我还想说 就是我们胖的时候那个肉皮都撑开了 对 突然你可以过来就是 我刚才就想摸 我怕他们说我 我能摸吗 你可以往下就是 就拽这儿 就拽着一点点 大家看 我可以摸摸你的这个腹部吗 你可以这儿 这儿可以也拽一点 这儿比较明显 往下 疼你喊 不疼吗 大家看到了吗 它的这个皮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那这有办法吗 这个有啊 这个用那个米骨那个 用我们的仪器啊 用麻吉就可以了 哦 那行 真的 这个挺重要的 但是像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对 剪肢的这个 说实话还是要靠一个健身的 就是如果大体重往下剪 那还是要靠这个运动 那还是要靠这个运动